HELLO 大家晚上好 那現在時間是9月15號星期日的晚上10點21分 好 那古代呢 今天錄影的時間比較晚 那明天大家應該都有上班 那禮拜二中秋節 大家就準備放假 所以這幾天 古代發現 昨天這個烤肉的人變多了 然後昨天走到哪裡 然後四處有放煙火 所以大家應該都趕在這兩天 就是全家聚聚烤肉這樣子 因為今年基本上好像就是 只要逢這個假日 特定節日在平日的 就不補假 所以今年明天是有上班的 OK 好 那古代呢 今天錄影的時間比較晚 好 那我們一樣簡單的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對這個盤碎一些看法 好 那一樣在分享之前呢 歡迎請新朋友呢 幫古代在YouTube登錄之後呢 按下我喜歡 重點是Subscribe 訂閱 開啟全部通知小鈴鐺 好 那這邊呢 古代只要有上片 好 或者是有在這邊公開的寫貼文 好 或者是有在這邊公開的寫貼文 好 你應該就能第一時間 好 收到通知 好 OK 那古代這邊呢 好 有五個連結 好 有五個連結 好 所以大家就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尤其是這個 一個古代的機器人 我的 古代的機器人 好 Notify 的機器人 好 這邊大家就一樣 好 特別的可以把它加起來 好 這個外資 好 年底的一個 驚悚大局 好 目前看起來 危机并没有完全的解除 所以还是请大家 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初 还是要谨慎 还是要谨慎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直接切入正题啦 下个礼拜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下个礼拜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叫做FOMC的利率决策会议 利率会议 那这边有关于到底要降一码 还是降两码 那一码跟两码的差别 其实古泰已经有在前一两部影片 前一两周有跟大家做分享了 那明天是礼拜一 那因为这一次 大家目前预期 大概都是降一码 那降一码 现在呢 降两码的几率好像也蛮高的 所以 一码跟两码的差别 其实古泰在前一两部影片 已经有跟大家做分享了 可是这里 在礼拜五 市场的风向有点点微妙 有一点点变 甚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我降两码 有可能对股市是利好的 那古泰先跟大家讲 利率决策会议完之后 当天随即又会公布 这个出勤失业金的人数 先跟大家提醒 如果它降一码 就跟股大之前讲了 如果只降一码 叫做符合市场预期 那股市就会喷 股市就会喷 这个是大家都乐见的状况 如果它降两码 先注意 如果它降两码 那降两码 出勤失业金的就近人数 先讲 如果它一次降两码 然后出勤失业金的人数 变少了 变少了 出勤失业金的人数也变少了 代表什么 我们以往 之前已经跟大家讲过 通常降息 降息对于 资金面来讲 叫做 资金会增加 也就是说降息 你会造成 另外一种 我们所谓的QE 降息 所以流入市场的资金 可以变多 那流入市场的资金变多 你今天又建立在 好像劳动力市场 没有什么太大疑虑 或者是没有太大的 通缩疑虑的时候 没有什么失业率过高的问题 反而确实是有机会利多的 所以礼拜五 其实你可以去看到 不管美股 还有其他的国际股市 因为本周是央行的 央行的决策州 本周是一个央行的决策州 所以基本上 除非你看到一件事情 叫做降粮码 它如果市场预期降粮码 然后初勤事业界的人数 意外的也飙高 那蛮有机会就先跌的 蛮有机会先跌的 如果没有这一个情境发生的话 目前以礼拜五市场上微妙的解读来讲 确实蛮有机会 大概都是偏涨 大概都是偏涨 那为什么会说礼拜五 有一个微妙的市场上的解读 又有一个微妙的变化 其实会是降粮码 因为之前我们通常都会说嘛 降粮码代表什么 连准会就是挂保证 经济有衰退的疑虑 可是如果这一件事情 又搭配初勤事业界的人数 假设当天的数据 初勤事业的人数比预期少 那代表什么 大家可能就会解读成 我现在降粮码 所以我资金变多了 资金变多了 我又没有衰退的疑虑 我会爆喷 是蛮有机会爆喷的 所以现阶段 多空都各自论述 多空都各自论述 所以 古代讲一个最坏的状况 就是FOMC 他决定一次降粮码 那降粮码之后 当天的初勤事业界的人数又飙高 这种情况 是比较有确定性的 会大跌 那除了这一个情况之外 目前古代个人会 比较倾向于 这边市场上 因为你再来 现在9月中了 11月要美国总统大选 所以古代个人认为 你要怎么搞 他可能会 也不至于让盘崩到太严重 所以 大家可能要比较担心的问题是 日本的央行 有没有要升息这件事情 为什么前我们八九月份跌那么惨 一部分基本上是日元的套利交易 这是一个 那再来就是可能又会遇到一件事情 叫做 这个 这个所谓的什么 9月底可能会遇到财政赤字 所以又可能每年都会固定盐的戏码 就是要不要关门 所以这几个 可能会在9月中下旬 这边会是一个比较混乱的 市场上不确定的一个事件 所以 古代等一下会从TUMB的概念 去跟大家讲 因为消息面太多 你看光一个降息 多空都各自解读 华尔街解读又不一样 所以 同样一件事情 我们从基本面去看 多空各自论述 古代有跟大家讲 技术面不太会骗人 钱进去或出来 绝对 他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所以 看那么多 分析那么多 在古代的技术分析里面 古代之前我跟大家讲 你也许可以去 做参考的依据 可是 钱到位才是重点 钱到位才是重点 所以 大家就稍微留意一下 最坏 我们目前 古代先跟大家讲 因为礼拜五 礼拜四礼拜五 这边市场上的定调 蛮为妙的 所以 代表什么 有一派可能想要熟 或者是想要做多的人 他可能 刻意 去营造这一个市场的氛围 所以 这边先跟大家讲 如果FOMC降两码 初期失业金的人数又爆增 这种情况 大跌的几率蛮高的 而且是非常高 一个叫做什么 联准会认证衰退 那怎么样打脸衰退 你的失业金人数一定要低 结果你当天公布失业金人数也高 那不就是实实在在的印证什么 印证就是衰退 所以周四两码再加失业金人数 假设暴增 这种情况 一定蛮有机会 蛮有机会 以大跌来反应 可是除了这个情况之外 古代先讲 除了这一个情况之外 有可能他是小涨小跌 除了这个情况之外 古代个人认为 市场上可能会震一下 然后稍微比较偏力多去做解读 那这里又牵涉到说 好我这一次降一码或降两码 到年底12月之前 他是每一次会议 就是稳稳的续降 或者是骤降 这里又有不同的解读 所以我们今天古代就是做一个最坏的分析 最坏的打算 FOMC降两码 初期失业金人数也暴增的情况下 那这种状况大跌几率蛮高的 除了这个几率之外 其他古代个人会比较偏向震荡盘涨的方式 OK 那这个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 这个已经讲得很 其实差不多啦 大家看法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那本周其实 还好 联发科礼拜四要法说 然后茂莲真顶高利 那美股财报 看起来都还好 所以 大致上 新闻的部分 我们看到这里 新闻的部分 我们看到这里 好 来 看一下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TUMD 好 讲TUMD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好 这个股退之球 教大家 我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这一波目前加权指数 这一波跌的过程中 其实 以借券来讲是 回补不多 就小补而已 就小补而已 好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贵买 那贵买 贵买其实在这一波 下跌的过程中 它都是在补的 好 尤其礼拜五 你会发觉贵买会相对 一些中小型股票相对强势一点 好 确实 所以 呃 股退认为 先跟大家讲 这边 好 为什么股退说 四五两天 这个行情有一点微妙 好 因为 风向又变了 好 风向又变了 好 所以 除了刚刚股退讲的那一个 好 两码再加 失业金人数 大增 好 好 否则 啊 以目前 多空各自论述 除了古泰刚刚讲的那个状况之外 可能蛮有机会 都是以 偏多去做反应 好 那你会发觉 也 蛮刚好的一件事情 道琼 道琼呢 其实 离创新高 已经不远了 所以 古泰认为 他这一波 也许有机会 在 你真的要大崩叠之前 可能最烂 最坏的打算 就用一个假突破 再下来 所以 为什么这一波华尔街 或者是四五两天 这个风向好像有点变了 古泰认为 因为以技术面来讲 资金 他已经逼近前高了 所以 我再怎么 我可能也是要 我真的要出货的话 我一定过前高 让大家追 你才能到 所以 为什么说 会是这样做解读 你会发现 其中有一部分的原因 可能是这样子 可能是这样子 那这当然是古泰自己的 观 就是自己 分析的 自己的看法 不一定对 我们就尊重市场 尊重市场 好 那 看一下 来 古泰呢 在上一部影片 其实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我有跟大家讲 我们再回顾一下 古泰上一部影片 跟大家讲什么 周末其实都讲完了 八点半开讲 区间下缘 这边多空的风暴比 非常好 那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为什么说技术分析重要 因为技术分析 总是可以看到一些 很漂亮的进场点 可是你基本面都看不到 基本面 无时无刻都是进场点 可是我们是小资主 小资主你就是要胜选你的进出场 你追高一定都会杀敌 对不对 然后短线呢 先看TU跟TD谁先表态 我问大家 这一点谁先表态 TU表态 TU表态 起手势的学员 来 你们 21天的陪跑计划 已经都 上完了 每一次的多空循环建立在什么 一档股票起涨前 一定先看到什么 攻击吗 TU表态 既然TU都已经表态了 我们就当现在就是走短多的形态 短多到什么时候结束 等一下古代就跟大家讲 然后先跟大家讲 这个 以目前来讲 以目前来讲 这个 齐交所 郑交所 前几天有被攻击 那今天 今天还是昨天 换攻击 那个什么 军方的 什么时候会再攻击 古代不知道 反正大家就留意一下 这个有上筹马克的同学 你就有这个优势 这个古代公式 还有资料来源 我都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所以 如果你没有收到古代的notify 你可以自己上 旗交所 证交所 网上去看 然后看一下 目前到底是什么状况 还有古代讲的 年底外资大局的 那一个指标 那一个指标 现在到底是 什么状况 OK 好 来 我们这个讲完就下课 既然他已经走攻击心态 我说每一波起涨前 一定要走一个攻击 所以古代入完影的当天 他就已经攻击了 有没有发觉 礼拜四 就先表态了 古代有跟大家讲 你就是干嘛 跟着做 既然他表态 你就是跟着做短 多 就跟着做短 多 所以呢 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来 下个礼拜 先讲好 下个礼拜 我们现在收盘是759 收盘是759 收盘是759 我们今天 表态的这一根 TM 大家记一下 这一根是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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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 啊 表态的这一根tm 是571 啊 571 好 那前一根这个高点是 574 很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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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加权指数 啊 571 啊 贵买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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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77 啊 571 26077 啊 台指旗 啊 台指旗 645 啊 645 好 这样 这样 讲完了 下周 下周 只要 攻击的这一根tm 不破 攻击的这一根tm 不破 啊 攻击的这一根tm 不破 啊 啊 我们都当成 盘整 天多 啊 我们都当成盘整 天多 啊 所以 大家就稍微留意一下 啊 这个 这个 礼拜五是呈现一个上涨的 礼拜五是呈现一个上涨的 没有错 礼拜五是呈现一个上涨 没有错 好 可是 我们今天 表态k 的tm 只要没有破 我们 一样 把它当成是什么 我们 起手式的学员 你应该都知道 哦 我们 每一次的多空循环 一定建立在什么 破手 攻攻 手破 攻击形态出现代表什么 都代表一个循环的开始 好 所以不管怎么样 长宏的tm 你不要被跌破 我们就当成现在已经叫做短 多 啊 就当成现在已经叫做短 多 啊 那当然破了就不用讲了 破了随即多空异位 啊 好 所以这一边呢 啊 大家要先了解清楚 啊 了解了解清楚下周的一个状况 好 下周的一个状况 OK 好 那 周首的部分在407 好 571跟407 其实有大概是150点的距离 好 那 古泰呢 先跟大家讲 哦 因为 现在市场上 古泰个人 应该是觉得 他不会直接降到两码 正常情况下 不会看到两码这个情况 好 那 如果真的不幸 看到两码 哦 古泰认为 因为 确实 因为市场上 我们就是做几率高跟几率低 哦 那 总有意外的时候 哦 所以 目前几率高 大家普遍来讲就是 觉得就是降一码 那降一码 坦白讲 会喷 哦 为什么会喷 因为 市场的预期 大家都是降一码 你维持 就 对于市场来讲 就是不确定性 干嘛 已经解除 嘛 那 降两码 哦 降两码 又搭配 这个 失业金救济人数 哦 如果不是刚刚 古泰讲的 最坏 那个情况 哦 基本上 古泰个人 认为 这边还是 比较偏盘整 偏多的 哦 那 我们要预防 哦 我们要预防 如果真的 不小心 哦 这个 来个意外的话 哦 我们 一样嘛 TUMD 古泰自己就是这样干 哦 TUM破了 我先跑 哦 那你如果是 比较可以容忍你的停损 你的停损可以稍微大一点的 那你就是周手的时候 周手这个位置在跑 哦 所以 两个点 哦 跟大家做分享 哦 两个点 跟大家做分享 哦 你如果 啊 如果 是属于真的 比如说你 今天进明天就要出了 啊 短线 非常短线的交易 你就是看这个 每天的TUM 哦 这个没有话讲 哦 好 那古泰呢 现在是讲比较 周的 整周的 哦 整周的 哦 整周的部分 我们还是必须要去考虑到 啊 稍微 流仓个几天 这种 小波段的 哦 就刚刚讲的 571 也就是这一根 表态红 K 的TUM 571 好 你571 如果破了 哎 我也许就减嘛 哦 那你如果是做波段 比如说做一个 稍微比较长线的 波段的 投资人 哦 那当然周手 就是你最后的防线 哦 所以 非常短线的人 你就会看每天的TUM 哦 那 稍微 你是看整周的 哦 那你就是看571 跟407 哦 好 那这边贵买也是一样 哦 稍微比较短线 就看26077 跟26019 哦 其实贵买反而差不了多少 哦 那台子旗的部分 哦 也是一样 645 跟多少 周手 就295了 哦 台子旗的部分就差了比较多一点 哦 就差了比较多一点 哦 OK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好不好 那 本周 哦 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 礼拜四 哦 那这一波的中秋廉价有没有卖压 古代个人觉得哦 这卖压不会太大 哦 为什么会这样讲哦 中秋节的卖压 其实 因为本周没有廉价 哦 哦 以往有廉价 哦 卖压 会涌现 可是 因为今年开始 只要逢 例假日 不再 平 哎 例假日在平日的 他就不会补价嘛 所以 这一波我们 台湾 台湾 修饰 修饰坦白说 一天而已 所以你会发觉 礼拜四跟礼拜五 你会发觉好像没有什么 什么 廉价卖压这种 或者是中秋变盘 哦 很少听到这 这件事情哦 正因为就是 这只有修一天而已 哦 那 修一天晚之后 你看哦 礼拜一你还可以调整部位 礼拜三你还可以调整部位 因为FOMC是礼拜四公布嘛 哦 所以 呃 这一波廉价卖压 这件事情 古代认为在明天 可能 还好 你要说 有没有中秋变盘 这件事情 可能 今年来讲 哦 比较不会那么明显 哦 那 三过后 大家可能就要稍微 留意一下 哦 因为 三可能有人不想去赌 哦 哦 应该是说 有人想赌 有人不想赌啦 好 所以礼拜三的话 可能大家就会稍微 呈现一个比较观望的一个状态 好 呈现一个观望的状态 OK 好 所以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好 好 那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好 祝大家接下来操作顺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